一隻蝴蝶可以令一幅風景畫 增添生氣和斑斓的色彩 今晚我們不一樣的時刻的錄影廠 就有一隻蝴蝶格林 它有鐵蝴蝶之稱的淫慣培櫻 夠了 我們在電台上接受你的訪問 這次你上來我的節目 這次剛好調轉的角色 你還好調轉的角色 說回我們的節目是不一樣的時刻 所以問一下有什麼時刻 有什麼時刻的時刻 你在政府打工時 有很多部門, ICAC、運輸署 食物環境等等 有沒有哪件事令你特別難忘 我知道有, 我想從你的口中聽 我想當時我在運輸署工作時 當時我是處長, 我上班幾個星期 屯門公路因為修路工程 碰了一塊大石, 只可以用一邊行車 當時自然引起屯門住的人 很多不便, 群情洶湧 我當運輸署長 我記得星期日一早 要去跟屯門區議會開會 現在才說回, 我當時很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如果我可以部署 我可以控制後果 做得不好, 應該怪責自己 但整件事發生得很突然 當時是1995年 三號幹線, 全部還未開設 那裡的居民唯一出入的 就要靠那條公路 我和其他有關的政府官員 就在現場看一看 那個情況差不多 就是被屯門區的代表遺困 不讓我們離開 這件事在你腦海中最記得 因為我當時要很早 就是要開始起程去屯門 自然大家都非常憤怒 我可以理解 但是事後開會的過程 就沒有我想像 那麼惡劣 那麼惡劣, 都是困難 但是不是失控 我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明白到作為一個公務員 你遇到重大問題的時候 你真的要跟有關的人 大部分在這種情況 都是受影響的市民 真誠地解釋一下 為何這個問題會發生 我們盡力在做 說回你現在退休生活了 你接受了在電台開麥克風 做節目, 真是很不同的 你自己的感受是怎樣的呢 是, 其實我決定得很突然 我跟你們, TVB的陳志雲很熟 在政府的時候 我們曾經兩段時間一起做過事 他當時在港台負責一個節目 叫做《男人之家》 就請我做嘉賓 之前我跟他一起吃飯 大家聊天 他說不如你不要只做嘉賓 為何你不自己主持一個節目 那時候我…我先看看, 大概五月 我離開了政府差不多一年 有點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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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主持電台節目很簡單 我說好, 我說你當我經理人 跟港台聊聊聊聊 兩天後, 港台的負責人 就約我出去吃飯 他們都不知道多開心 我已經開始重新想想 以我作出的決定是否正確 我剛才沒做過, 是主持的 上電台時不時也有 以前在政府工作的時候 他們說不要緊, 你說話 這麼率直, 這麼全神 你做自己就可以了 我一直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壓力 然後我當陳志雲男人之家的嘉賓 整晚我簡直很開心 那時候我覺得原來做嘉賓和做主持 是兩回事 兩回事 因為他主持得很好 所以我可以坦白、輕鬆 回答他的問題, 說自己的事 在這三十多年期間 你得到很多 但你自己說過失去的都很多 包括什麼 當時我二千年底 是得到幻想幻想幻想 我有個老友記在大學時認識 他回來香港聖誕節, 他來貪我 我當時已經做完手術, 復原 大家聊天 他忽然間跟我說一句說話 他說Lily, 你覺得你一生很奇怪嗎 你得到很多 上天給你很多東西 但也拿走了不少的東西 我說是嗎? 我覺得我得到很多東西 但失去的我又不是很覺得 你的人生觀都很正確 他說, 想開心的一面 不要想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我都會想不開心的 因為我不是說不開心的 我完全是不面對不想 所以我開心 我開心是要想通一些東西 我開解自己 我都要經過一個過程 為什麼我覺得自己得到很多東西 不說做事的時候 我讀書的時候 我都很順利 我的成績也不錯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什麼都做 那些課外活動 什麼都有我份 我覺得學到很多東西 就是在課外活動 我做公務員的三十幾年 我覺得是很順利的 其他你問難忘 或者難提那些 我不是很記得的 因為我覺得時候過了 自己也是充實了這個經驗 我從來沒有想 不想自己會做處長 我做了處長 局長就更加不會想 我離開政府的時候 我是局長 直到現在 我退休 當時我決定離開政府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什麼會發生的 你剛才問起 為什麼那個時候退休 因為合約就是你滿 我要作出一個抉擇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病的時候 我就明白到生命其實是很脆弱 我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時間 如果我不知道的時候 我只可以盡量利用每一分鐘 我接著一月…去年一月 我就交學費 就去讀檢橋的美術史 就是夏天課程 因為我交了學費很貴 一定要去 一定會離開 我當時只是想著讀 完全不想到畫畫 但是當我決定畫畫的時候 我又得到一位很好的老師 就是很鼓勵我 直至令我現在覺得 我終於找到一件事 我可以做到 就是我離開這個世界 就是在這個期間 我都可以努力投入這樣做 非常好 談到這裡 我們就要去一去廣告 我們稍後回來 繼續跟Lily聊天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不陽的時刻 今天我們的嘉賓就是任關佩英 Lily 你讀書的期間 我也看過一些報道說很勤勵 可以讀得不眠不休, 是嗎? 我從來不讀書 真的? 我每一年就是什麼時候讀書呢? 考試之前的星期 對, 所謂不眠不休 就是考試前一個星期 就是不眠不休 平時我只是做了功課 我就沒什麼讀書 你真厲害 你拿了很多獎學金 做學金, 是嗎? 我相信這樣的讀書方式 直至中午都可以 中午的回考我也考得不錯 但一到語科就行不通 你真是臨考試 那星期就在一起讀書 讀… 其實我是溫習的 因為我是… 尤其是我有興趣的科目 我上課很專心聽書 我發覺如果上課專心聽書 不用怎麼讀 因為當時年輕的時候記性也好 可以記得了 臨考試的時候看看 差不多 對, 說你過目不忙 真的嗎? 這是以前的事 真的嗎? 現在我剛才跟你說過 一句什麼話都不記得 五十年期 對了 我想說說 工作我們說了很多 說說你個人的事 現在的婚姻就是第二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就是 你的先生過了身 那是否最傷感的時刻 從你的個人來說 其實今天說 我都不是那麼容易說到 因為我第一位先生 他就是二十年前 在這個月過世 就是時間過得很快 所以每年的年尾 就是十一月、十二月 我都是比較有很多回憶 就是我第一位先生 在十一月過世 我十一月尾 發覺自己是有乳癌 我父親也是十二月過世 過世的 那當時我… 如果問我 就是說有德有失 其實不是我一個特別的寫照 我相信每個人 就是他生命的歷程 都是有喜有樂 就是有德有失 我剛才說過 就是我得到很多東西 如果你問我 失去了什麼東西 我相信就是我第一位先生過世 就是令到我 覺得失去了一件最寶貴的東西 他是你的初戀情人? 又不記得是否初戀 但是我們是在大學的時候認識的 那… 那… 怎樣接受這個現實 你怎樣克服呢? 當歧師 其實他過世之前 都病了很久 就是他病了八年 那我們確定他有癌症的時候 我們兩家當時只是二十九歲 是… 第一個困難就是接受 一個這麼年輕 就是自己身邊 就是他這麼年輕的人 就是他可以有癌症 當時在大概一九七五年 就是癌症不是那麼普遍 還有得了癌症 就是治療的方式 是… 沒有現在那麼多 但是我記得我爸爸當時跟我說 就是當發現我第一位先生 就是有癌症的時候 我當然很不開心 他就說 你那條命是這樣的 也沒有法子 他說 但是我知道你會很堅強應付的 然後我就跟我位先生 大家整晚睡不著 就是知道的時候 也兩家決定 他是醫生 兩家都決定 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日子 可以在一起 也打了輸數 就是做最壞的打算 但是我們也同意 無論剩下多少日子 就是如果我們兩家是不開心的 就是經常悲傷的 又是這麼多日子 如果我們開心心的 都是… 結果可能也是一樣不易 開心一點 開心面對 是 那說一說你自己 你也患過癌症 就在二千年 你自己說是十一月尾 是, 十一月尾 那是否很震撼呢? 為何這件事會發生在我身上呢? 其實我第一位先生去世 他患病和去世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 我剛才說過 生命其實是很脆弱的 沒有事情是必然的 我們要珍惜自己所有的一切 最重要是健康 還有自己最親的人、朋友 這些都要珍惜 而且他過世的時候 令我知道什麼是重要 什麼是不重要 我也當時覺得以後… 這樣都經歷過了 是很傷心的事 也過了這一段這麼難過的日子 以後我什麼都不怕了 除了當我需要面對自己的死亡 當時我是這麼想的 但是時間是沖淡了 很多我們得到的經驗 上一刻我又不記得 做事我又占了 我做事很認真 我做過節目 我都這麼緊張 我將自己的全副精神 放在我的工作 當我知道自己有癌症的時候 我就記起我曾經體驗過的事情 即是哪些事情真正重要 哪些事情不重要 還有我們是要珍惜每一分鐘 事後這兩件事 雖然是對我的打擊都很大 但現在我想起 每一次當我遇到這些挫折的時候 都令我更加明白 人生是什麼一回事 令我更加堅強 和更加覺得自己是幸運 你眼中人生究竟是一回什麼事 人生是不停地需要挑戰 而且考驗自己 我現在又不會做一些很危險的事 或者我未必做到的事 我又不會這樣做 但有時候事情發生 你是完全不可以控制的 你遇到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想到最灰的時候 你真的會害怕得癱瘓 什麼都做不到 我就是…有一個方法 就是一步走一步真的很重要 對, 我也發覺 即是處理一天之一 我自己得到癌症的時候 我就說先搞定寫字樓的東西 我這樣做手術 怎麼也會有些危險性 讓我立章為主 如果有什麼事發生 我不會令其他人很混亂 讓他們添加很多麻煩 很開心再次跟你聊天 希望你一直這樣開心下去 希望下次你再找我做嘉賓 到時候就不用做任何研究了 就這樣上來好像今天我們聊天 好, 謝謝你 謝謝 我認為做人最重要的是 能夠認識自己 面對自己, 接受自己 以及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如果我們做到這一點 當我們面對一些挑戰的時候 我們自然能夠做出最好的抉擇 和任太做完訪問之後 就發覺她在對答當中非常流暢 可能因為她以前做過政務官的關係 另外一方面 又發覺原來她的人是非常感性的 最難能可貴 我自己覺得她有說 她明白到人生當中 哪一件是重要, 哪一件是不重要 其實我們香港人 有很多時候都糾纏在賺錢 名利當中 有時候自己都應該反省一下 究竟在你的人生當中 哪一件是重要, 哪一件是不重要 說政治、說民主的利柱銘 原來是一個很有幽默感的人 下星期不一樣的時刻 我們有利柱銘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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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